前面有个湖 这是个小湖 但它的名字很有意思 我们左手边这个湖叫中中错 为什么说它有意思呢 因为滴滴就姓中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看见了吗 我们背面真的特别漂亮 这就是阿里中线 我给大家环顾一下四周看一下 大家看能不能发现一颗电线杆 一颗电线杆都没有 但是这还有一点点信号 我还可以传一下视频 手机在那慢慢传 这个湖叫中中错 前面过了班戈错 这回来到中中错 我们去看看是咸水湖还是淡水湖 上次冬天来的时候我们也来这转了一下 当时这个湖是冰封的 我们躺在这个湖的冰上 拍了好多照片 哇 这是个淡水湖 湖水一点味都没有 你看 你看这个湖不大 在好多地方应该就像个小池塘一样 阿里中线这个光线好的时候 真的就像一幅画 你一下车 在任何地方它就像个画 你看那边什么颜色 那个云怎么有点绿色 有点淡蓝色 淡绿色 当然用错那个湖 倒映上来的绿色 你看 试试那种淡绿色的 太假了吧 这背景肯定是假的 这背景 你看这云 哇这云才是的 像画上去 是啊 像小时候画那个点笔画 像不像一幅画 看班珠左跳右跳的 太像一幅画了 好美呀 过来班公 过来 呀它过来了 呀它那么听话 你看它 它来了 它来了 它来到半路改方向了 过来班珠 建一个湖 它就沿着这个湖岸走一圈 也不去太深的地方 过来 过来 不要过来了 这么多事 我在前面听见鹤的声音 不知道是不是黑景鹤呀 离得有点远 走我们去看一下 你给班哥拉一下 给它拉住 不要让它过去了 过来 等我近一点 看见吗 这就是黑景鹤 有两只 这两个是一对吧 我不能再靠近了 再靠近可能会吓到它们 这是我们在西藏第二次看见鹤 上一次是在一个大湖边上 我们在这儿远远的看一下 看一下就回去了 弟弟在这儿 我走了好远出来 这家伙是干什么 他也干什么 这么远 飞奔而来啊 这家伙活得好快 好了 站住 不能过去了 走了 我们走回去 给班哥带过去 原路返回 原路返回 你这狗腿在那 怎么又是黑的了 走这边 弟弟还在那儿等我们呢 看下我们走了有多远 在那儿就是一个小点 天高热鸟飞 海阔平逾越 现在是地广认猪跑 看见我们车有多远了 这是过去好几百米吧 走 跑 什么情况 水正飘啊这是 这样跑没事儿吗 还好这儿没人钓鱼 哎你这家伙一时半会儿干不了了呀这 那我们车就在这儿了 然后我们上车接着往前面走 再走两个小时吧 我们停车找地方休息 这就是阿里中县 天地广阔 任君驰骑 走 走吧快点 怎么样班哥 这次跑够了吧 原来真的是湿的 告别钟钟措 我们接着出发 我们已经到阿里了 从钟钟措出来也就十公里吧 手头转性了已经 天上阿里我们来了 你看看臭狗班哥 放着放着的睡在 哎呦他被垫醒了 要接着睡了 你要接着睡了呀班哥 前方路段因草场围栏不通 请沿右边道路前行 他是指示这个 你往哪边绕行 我们现在走的这些路 都是牧民经常走的道 走 那我们就往右边 好大呀 这个雨下的特别大 这个雨点 哎呦那有彩虹 看到彩虹 不知道露出来没有 让我是看见了 在这边的牧民 他们每家都有特别多的牛羊 好多 不出意外你这家伙又得盯着看 走 接着走 这里有个路牌 右手边 扎日南木措环线 那个方向就是我们过来的方向 当着拥挫距离71公里 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在扎日南木措湖边休息了 韩国 你好乖哦 是不是 左手边就是扎日南木措 好大的风呀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路况 好像路不太出来 其实全是打坑 这样子 左晃右晃 哎呦 到站 看一下 光线正好 沿路 沿着一条路过来 只能到这儿了 我们在这儿休息吧 这儿还有信号 离湖边可能还有100多米 哎这儿真不错 既然有条路可以下来 走 下来 看一下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即将下暴雨 我们得赶紧收拾好 因为马上就得下雨了 看现在月亮在这儿 这儿能听见湖水的声音吗 好蓝啊 相当蓝 今天是我们这几年一来 风最小的一天呀 今天一点风都没有 那可能这儿早上风会特别大吧 看这儿再下雨 这儿再下雨 这儿再下雨 那儿再下雨 那儿有一点点 这就是局部有雨 我们把帐篷收拾一下 煮个螺蛳粉 明天去县城可以采购一些物资了 好吧 那我们明天再见吧 走回去收东西 下雨 下雨 走回去收拾一下 下雨 下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